1968年一支万人解放军秘密进入巴基斯坦 随后他们脱下自己的军装 统一换上了巴军的服装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随解放军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万口棺材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这事还在从第二次印巴战争说起 巴基斯坦独立后 由于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 与印度爆发了一场战争 但却不是印度的对手 正好这时新中国成立 巴基斯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并于1951年与我国正式建交 不过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和亲密 却是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以后 当时印巴之间 因为克什米尔争端再度爆发战争 美国表面上看不偏不倚 实际上却支持了印度 就在这时中国占了出来 在我国的干预下 印巴战争实现了停火 不久后 巴方派顾问到北京表达感谢 访问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 是要求什么呢 毛主席答应了吗 1965年 巴基斯坦顾问来中国访问 以表达我们在印巴战争中给予的支持 期间他们提出 想让中国帮助他们 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 修建一条公路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两国之间想要实现贸易往来 这件事就非作不可 毕竟那时刚建国不久 承担不起高昂的飞机运输费用 因此毛主席同意了 并和八方签署了相关协议 经过两年的努力 我国境内的部分已经全部完工 但巴基斯坦根本没有修路的能力 两年时间也才修了25公里而已 所以他们又提出希望中国驻路队 能到巴基斯坦帮忙修路 就这样一支万人的解放军队伍 来到了巴基斯坦 由于当时中巴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还没有得到缓和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解放军这才选择穿着巴军的服装秘密前往 可棺材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条公路最后修成了吗 1966年中巴决定共同修建一条公路 然而两年过去了 我国这边已经全部完工 巴基斯坦那边才修了25公里 这不是因为他们偷懒不想修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修路的能力 最终中国派出了一万名解放军前往巴基斯坦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解放军是穿着巴军的服装秘密前往的 随行的还有一万口冷冰冰的棺材 一些人对此表示不理解 这又不是上战场 殊不知 这场战斗的危险技术比上战场还要大 解放军需要在海拔最高 地形最复杂的卡拉库伦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修路 不仅爆破难度大 还要遭受风雪袭击 有些地方到了夏天 还会有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同志们都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打算 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给自己准备棺材 经过十年的努力 1978年这条公路终于完工 期间共有135名中国驻路队员牺牲 88人常年与巴基斯坦